介绍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药学院的谭嘉恒 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到分析药理学会这个大家庭 也非常感谢B院长、葛院长给我这个机会 向大家汇报最近几年 我们课题所在核酸、特殊二级结构、GCMT上的一些有关可视化的研究工作 谈起核酸大家知道 测序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我们对基因的序列信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在序列信息的基础上 研究基因的功能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但事实上很多核酸它们并不参与编码蛋白质 对于这部分基因密码的含义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其中研究发现 在很多功能的调控区 核酸会通过形成各种特殊的二级结构 与蛋白一起组装形成各种分子机器 驱动、转录、翻译等生物事件的发生发展 所以将核酸序列、结构与功能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进一步解读和注视这些密码背后被埋藏的信息 是后基因组时代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 而要实现这些研究 分子探针将会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 从结构入手 发展特异性的分子探针 精确探测它们的结构与功能 弄清楚核酸序列、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产名里面的分子机制 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而我的课题组致力为其中一种结构 就是G4硬体开发特异性的分子探针工具 G4硬体可以简称G4 是由核酸负鸟飘零序列形成的一种特殊二级结构形式 序列中4个鸟飘零以Hustin侵件的形式形成G4分体 多个G4分体叠加形成G4硬体结构 研究表明基因组与转路组中存在大量 潜在可以形成G4硬体的负居序列 它们在启动子区、酸粒区、RNA非翻译区 非编码RNA等重要的非编码核酸中都有分布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G4硬体结构的折叠与去折叠 类似一个分子开关 会招募不同的蛋白 在基因复制、转路、翻译 以及软色体维持与重组等 众多的一个重要的生命过程中 起着关键的调控作用 例如,在一些癌基因MRA的非翻译区 存在大量的负居序列 这些负居序列形成G4硬体之后 就像一个路障阻碍癌基因的表达 而癌细胞会过表达一些特异性的解悬酶 解开G4硬体 促进癌基因的表达 而在药物化学的角度 设计小分子准确干预 癌基因RNAG4硬体的形成与稳定 抑制癌基因表达 可能是发展抗种旧药物的新策略 不过有意思的是 2014年,NatureCam报道了在固定细胞内 应用特异性抗体BG4鉴定RNAG4硬体的方法 可以看到,折叠形成的RNAG4硬体的风度非常高 似乎不需要药物的稳定化就能大量的形成 而2016年,Sense的文章在活细胞内用DMS 也就是硫酸二甲质管激化核酸之后 配合测序的方法 发现大部分的RNAG4硬体呈现的是 去折叠的一个状态 文章讨论提到RNAG4硬体有可能只在行使功能时形成 但这种方法是没办法检测 两篇文章看上去似乎是有矛盾的 那么,究竟RNAG4硬体这种折叠和曲折叠的真实情况如何? 变化会否发生?何时发生?如何发生? 又是如何调控的? 这两篇文章因为受到原理所限,研究还不够全面 但是,这些问题其实又直接关系到 RNAG4硬体是否有可能成为药物的靶点 必须去阐明,怎么办? 我们想,解决问题的关键需要在活细胞内 实时地对G4硬体的结构变化进行监测 这正正就是小分子探针最上场做的事情 我们想,能不能发展特异性的RNAG4硬体小分子荧光探针 它只跟G4硬体结合的时候会发出荧光 其他情况下不发光 通过荧光变化对应G4硬体的折叠态和去折叠态 从而实时追踪G4硬体的一个结构变化 但要实现这种想法,对探针的要求很高 首先,探针是可以触发的 只有RNAG4硬体能触发探针的荧光信号 探针也是可逆的 荧光能随RNAG4硬体的折叠而及时点亮 去折叠而及时促灭 反复的一个可逆的变化 所以这也要求探针对RNAG4硬体要有高的清合力 高特异性 对结构变化要有高的灵敏性和好的减触线 最后探针要有好的稳定性和低的毒性 这样才能保证在活细胞内的一个长时间使用 为了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异性的RNAG4硬体探针 我们课题组在前期G4硬体配体小分子的一个研究基础上 不断合成新的影光探针分子 构建了以RNAG4硬体为靶点的一个探针库 之后我们直接就在细胞上对化物进行筛选 主要是利用一些核酸酶的消化实验和竞争性的一个实验 初步筛选出有潜力的分子之后 再进一步进行确证 经过几年我们最终才获得了一个符合要求 能在活细胞上使用的探针Q码 它是一个香豆素扁甲基奎林的半晶类的一个化物 在初刷之后我们对Q码的性能进行了验证 大家可以看到在固定细胞内用Q码染色之后 细胞质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亮点的信号 细胞核里面也有少部分的亮点 那么这些信号是什么呢 我们就用核酸酶的一个消化实验 还有小分子抑制RNA聚合酶的活性 去证明这些红色的信号是来源于RNA 因为将RNA消化或者是分别抑制不同RNA的一个生物的合成 相应的亮点就会消失 而因为RNA的结构多变 下面我们想知道Q码是不是真的只针对RNA-GCNT 首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一个细胞外的实验 从荧光光谱和低定的实验可以看到 Q码本身的一个荧光是非常弱的 只有RNA的GCNT才会触发Q码的一个明显的 一个红色的荧光信号 而其他结构作用的时候呢 也只有微弱的响应 而且它与RNA-GCNT结合之后的量子产率也是不错的 竞争性的实验呢 也表明了大量的其他的RNA的加入呢 是不会影响Q码对目标RNA-GCNT的检测 另外呢我们用各种试剂或者是突变 将GCNT解链 让它处在去折叠的状态 荧光呢也是基本消失的 而Q码呢对RNA-GCNT的结合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在0.57个微膜尔附近 这是细胞外的结果 那么细胞内呢我们需要继续的验证 首先我们用甲鲜胺将细胞内的一个二级结构变性之后 染色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信号的 用RNA-3消化双面RNA信号不受影响 但是呢用RNA-T1特异性消化含鸟飘零的RNA的时候 信号却基本消失了 这几个实验呢就说明含鸟飘零RNA形成的特殊二级结构 是Q码的染色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我们继续用GCNT配体8口19 还有特异性的RNA-GCNT配体CPDS 先根细胞作用 占据RNA-GCNT作用位点 使其他化物中不了 然后呢用Q码进行染色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信号 最后我们还用Full-C链 还有就是带绿色荧光蛋白标记的RNA-GCNT 特异性解悬酶DHX36 对RNA-GCNT进行解链 让GCNT处于曲折类态 也没有发现明显的信号 3000多个细胞统计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说明Q码在细胞内呢 能特异性的检测RNA-GCNT 当然要最终去确认这个结果 还是要跟特异性的抗体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同时选择了GCNT抗体BG4 还有D1 做了一个免疫荧光的实验 然后和Q码的一个信号 进行一个供定位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Q码的信号和抗体的信号 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供定位 大约100个细胞的供定位率 也在90%以上 抗体的供定位实验 就确证了Q码在细胞内 能特异性的检测RNA-GCNT 在确认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准备就将Q码用在活细胞上 但在这之前 我们还验证了其他的一些性能 首先Q码能进入活细胞 浓度只需要用到0.5个微膜 看着在固定细胞内的光学稳定性 也非常好 比较稳定 细胞毒性也不是特别大 IC50值是远高于我们染色使用的浓度 此外我们发现 Q码对RNA-GCNT的折叠 与去折叠的结构变化响应 是非常及时的 结构变化和荧光的变化 是基本同步的 经过这些验证之后 我们才将Q码用在活细胞上 特异性检测RNA-GCNT 活细胞的染色结果 跟固定细胞是类似的 细胞质中有明显的一个红色荧光信号 这是一段时间内活细胞上的一个结果 通过对Q码荧光信号的一个实时的监测 我们就可以分析RNA-GCNT的一个动态的变化 首先我们发现了他们的一个运动轨迹 跟之前报道RNA的情况是基本类似的 包括有基本不怎么动的 做扩散运动的 还有做定向运动的 有意思的是在运动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旧的Q码的一个荧光信号 是不断消失的 而新的一个荧光信号 又会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出现 有的信号又会先出现 然后很快又消失 这些结果都证明了 细胞内的一个RNA-GCNT结构 处在一个不断的折叠与去折叠的 不断更替的一个过程当中 情况非常复杂 如我们之前还有很多文章猜测的 RNA-GCNT有可能只在需要行使功能的时候才会形成 特别是做药的时候 可能需要药物的稳定化 才能够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不同的RNA-GCNT会触碰在一起 而且会融合 有时还会再进一步的分裂 这可能是RNA-GCNT之间形成了一个更高级的结构 或者与蛋白一起形成了更大的一个符合物 另一方面因为解旋酶 是RNA-GCNT折叠与去折叠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调控因素 那么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用Cuma 在活细胞上面研究这种调控的过程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特异性的GCNT的RNA-GCNT解旋酶 DHS36 我们将带GFP标签的蛋白质力转进细胞里面 并用到它的表达 可以看到 随着表达量的一个增多 Cuma的信号明显减弱 RNA-GCNT去折叠 而当我们用SRNA干扰的方法抑制DHS36的表达 Cuma的一个荧光信号又会重新出现 RNA-GCNT又重新折叠了 作为对照 我们将DHS36具有解旋功能的一个结构域把它切掉 Cuma的信号是不受影响的 同样的统计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Cuma的信号跟解旋酶的一个表达量 还有它活性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这些结果也为以后在活细胞上运用Cuma 研究蛋白与RNA-GCNT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以上的这些结果最后发表在化学综合性期刊Angle上 论文发表之后我们这个探针也被转化成了一个产品 Cuma现在在Sigma Average上已经可以买到 它是现在市场上唯一售卖的一个GCNT的荧光探针 今年已经有三个独立的课题组用Cuma发表的文章 包括Nature的子刊 我们的探针确实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研究了RNA-GCNT 这是我们感到最高兴的一个事情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因为细胞内存在大量潜在能形成RNA-GCNT的一个负居序列 这些不同GCNT之间区别其实是很小的 那么在细胞内我们所关注的那独特的那一段RNA负居序列 能否形成GCNT 现在是没有办法研究的 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设计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们去检测我们所关注的那一段指定目标负居序列 形成的GCNT结构 并且对它们的功能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 在负居序列旁边一般都会有一段相邻的一个核酸的序列 我们之前已经得到了一些荧光探针 它是可以检测GCNT的 它们与不同的 它们与GCNT结合的时候会触发它的一个荧光信号 跟非GCNT结构的时候作用的时候 它是不会结合的 也没有荧光 可惜它们对不同的RNAGCNT是没有选择性的 那么参考原位荧光杂交 也就是fisher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设计一段 可以跟这个相邻序列进行杂交的一个核酸探针 然后把小分子的探针跟杂交探针进行个偶连 通过这个杂交作用 从而增强了GCNT小分子荧光探针的一个序列的选择性 我们把这种探针称为GCNT触发型的荧光杂交探针 GTFH探针 理论上我们是可以根据任意指定的一个复具序列 设计专属的GTFH探针 只需要根据相邻序列去改变杂交探针的一个序列就可以了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呢 我们选择一段癌基因MAS、MRNA5撇UTR上面的一段扑具序列 作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 根据它的一个相邻序列的一个简积的一个顺序 设计了能跟它杂交的一个DNA的序列 并带上了一个迭代的一个标签 同时呢我们把我们一个近红外的一个GCNT的荧光探针 带上一个缺际的标签 通过一个点击化学的一个反应呢 比较方便地将这两部分呢连接在一起 合成了我们第一个的GTFH探针 然后呢我们在细胞外呢就先研究这个探针的性能 这个探针呢在溶液中呢 荧光也是非常弱的 加入目标的一个我们关注的那段RNA-GCN 副G序列G4T25之后呢 探针的一个荧光呢特异性的一个增强 而我们将副G序列突变 让它不能形成GCNT 或者呢将这个副G序列删除 还有就是加入其他的一些GCNT呢 还有或者是用一些试剂将GCNT解链 让它去折叠之后 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荧光信号 而我们呢把杂交的一个序列删除 突变或者删除也不会看到有荧光的信号 这些实验结果呢就表明呢 我们的探针呢确实能够刻意性的检测目标序列 形成的一个GCNT 下面呢我们更关心的是它在细胞内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由于MASMRA的细胞内的一个拷费数非常低 我们只能够先把细胞外使用的一个RNA序列 转染到一个细胞内对探针进行评价 同时呢我们也设计了一段传统的一个FISH探针 FISH探针呢跟GTFH探针的区别是 它只检测序列不能检测二级结构 细胞内的实验呢跟细胞外的实验呢是一致的 GTFH探针呢只能检测原始序列形成的一个GCNT结构 将负居序列突变让它不能形成GCNT 或者将负居序列删除这些荧光都消失了 而对照的一个FISH探针呢 无论存不存在GCNT结构都显示出荧光 而将相邻序列进行突变 探针不能杂交时两个探针都没有荧光 另外呢我们用一个-C的一个序列呢 将GCNT去折点 或者用一个GCNT的配体 将小分子荧光探针呢从这个GCNT上置换下来 荧光呢都大幅的降低 所以呢上面的这些实验结果表明了 我们的设计的一个探针呢 在细胞内呢是能够特异性检测 我们关注的那段目标负居序列 形成了GCNT结构 为了进一步验证探针的一个选择性 我们呢还望细胞中呢 转染大量的其他的一个GCNT结构 做了一个竞争性的一个实验 我们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负居序列的加入呢 是不会影响探针呢 在细胞内对目标的一个检测 在前面的实验中呢 我们转染的是一个短RNA序列 只有几十个检济 我们后面呢还转染了一个全长的 一个MROS5K UTR的全长的mRNA序列 实验的结果呢和之前呢也是一致的 探针呢只检测目标序列形成的GCNT 突变或者删除复居序列 隐光消失 当然我们还尝试了去检测 细胞原位的一个MROS的一个 MIA的一个GCNT结构 通过分析呢我们发现呢 如果我们要在共聚胶下面看到点的话呢 探针的一个检测线呢 大概要在0.1个FM 而细胞中呢 MROS的MIA的数量呢可能只有几百条 所以呢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呢 往细胞中转染直立 让细胞呢过表达MROS5P UTR的一个MIA 并且通过高内含的方法呢 分析过万个细胞对信号进行累积 得到的结果呢跟之前也是一致的 探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 还是能够检测到目标 一个复居序列形成的GCNT结构 以上的一个结果呢 发表在综合性期刊JACS上 我们也和香港城市大学的 郭俊杰教授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呢 对另外的一些指定RNAGCNT呢进行一个可视化研究 相关的结果呢发表在Chemical Science上 当然呢我们知道目前这类探针呢 在检测线上面呢确实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呢也在对这类探针呢做优化 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争取了我们能够做到更优质的一个原味的可视化 工作还在做 除了上面的一些代表性工作之外呢 我们还发展了很多探测不同GCNT结构 与功能的一些化学探针 我们的目标呢是争取涵盖GCNT研究的一个各个方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不在这里和大家去做介绍了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工作呢 为回答GCNT结构和功能的上面的一些问题呢 提供了一些新的工具和新的依据 目前呢我们还在利用这些已有的工具 和不断发展新的工具呢 尝试最终回答GCNT能否作为要无把点的问题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也有了一些的一个有希望的结果 我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呢 再向大家去回报工作 最后是致谢 我非常感谢呢我们PIA组的老师 还有合作者 特别是谷彦全教授和黄志书教授 对我一个工作的一个支持 还有学生的努力 以及基金的一个支持 最后谢谢大家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